哈囉 大家好 我是平白星 今天要跟各位做介紹的是我們天場M 尋找黃金史萊姆的活動 那教大家怎麼樣去玩這個活動 那活動是自節日起至7月17號禮拜三的維護前 那第一個部分的話你要60幾以上 那你60幾以上他就有一個找到隱藏王國的這個任務 那這個任務怎麼打 就是我們每天不是會有個世界首領的副本活動 那你進去的時候把世界首領幹掉之後 他就會出現一個黃金史萊姆 再把黃金史萊姆殺掉 他是寫HP低一定程度啦 那我自己看起來是把他殺掉 殺掉之後他會出一個隱藏的王國傳送門 他有五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裡面都只是一個打寶箱的人物 很簡單 打寶箱 那裡面就隨機打 打寶箱有機率 我會進入下一個階段 就這麼簡單 他這個是一個吃人品的活動 那你這邊的話 如果你打破壞掉五個隱藏的王國寶箱的話 基本上他就會送你200個葉子 200個葉子 那這個活動就是拼人品的 一直打寶箱一直打寶箱 打到最後一個階段的話 只會剩下一個人 我們從150、15一個 他會一直剃 那你這些寶箱 會有機率性掉入一些 道具 像是隱藏的王國寶箱 隱藏的王國黃金寶箱等等 那主要我們是希望能夠進到第五階段 他有BOSE會掉落一個 避掉 避掉吸有能力戒指 那機率掉 吸有能力提携跟英雄武器箱 還有一個世界首領聖物帶 那這幾個部分的話 其實看起來好像都蠻不錯 包含英雄武器箱 但是他並不是我們主要想要去拿到的東西 那中間稍微跟各位提到一點 就是我們裡面打一打 他會變成黃色史萊姆 他有5%的移動速度增加 那紅色史萊姆的話 他有10%的移動速度增加 那都是30秒的維持時間 那打寶箱就會有 所以這個也是 你只要正常打 用AUTO就可以了 那寶箱這部分我先略過 因為這部分大家稍微看一下 因為剛剛稍微提到 這邊不是我們的主軸 主要是我們去打這個 這邊有一個 世界首領聖物帶活動 開啟可隨機獲得下列一種道具 奧短 氣魂界 惡魔王鋪槍跟冰之鳥魔杖 以及傑羅斯魔杖和反叛者的盾牌 這個是我們比較希望拿到的 但是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這兩個紙裝 基本上這是法師 這是近戰 應該是戰士 對不對 那 問題是槍手怎麼辦 所以你可能只能拿上面那幾個 他說隨機獲得 所以基本上 我們這個東西的話 因為他是刻印的 所以拿到不是你 你職業的話 基本上你會突血 了解我意思 這樣我們是碰碰硬器 基本上你能夠先 進到最後一個階段 然後又拿到這個的話 我覺得是蠻難的 那這活動就是 加減參加這樣就好了 那 再來的話 跟各位順便提及 這一 7月3號到7月17號這個之間 有個受祝福的強化卷軸 可以做一個製作的動作 一百張五卷 加祝福的氛圍 以及金幣 一百萬 或者是十年五十個 就可以做祝五 祝房的話也是 同等比例去製作 那你 你第一個的話 你要先去做一個祝福的氛圍 祝福的氛圍的話 只要花一萬的金幣就可以做了 那他活動 活動限制製作 所以只可以做三次 所以基本上你這個卷軸 也只能做三張 當然你五房卷多的人 你可以拿來做 那也要看你各伺服器的這個行情 因為如果你一百張的五卷 比住 還貴 那基本上你可以考慮不做 因為這邊還有一百萬嘛 所以這個稍微要注意一下 那最後的話 有一個 還蠻佛心的活動 那這個活動的話 是對一些之前有 吃經驗的職業的角色 比較有利 那 你只要知道 你之前有購買 經驗合計的角色 他會返回 等級上限最高80的 而遭系統回收經驗值 所以經驗值會還給你 那至於怎麼樣去獲得 你也不用幹嘛 你只要 從登後 就是2018年7月3號 就是現在 維護時他就已經還給你了 基本上我看不太出來 因為我沒有注意到 我之前經驗值多少 那這邊的話 這列表你也都不用去看 反正之前 你有去買的 他都會還給你 OK 好 那以上就是這一週的 活動以及一些任務的介紹 給我給大家參考 我是平平百姓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右下角跟訂閱 右下角喜歡 訂閱旁邊鈴鐺按下去 隨時可以收到百姓 第一手的 介紹分析消息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還會玩 中文字幕——YK